又到了吃樱桃的季节了 怎么能少得了这款无敌可爱又具好吃的樱桃慕斯呢 关键不需要烤箱 新手宝宝也能一次成功 先来准备90克的饼干底 先把饼干引开 去掉中间的角形 再加30克融化好的黄油 给它们充分的拌匀之后 倒进这个爱心的模具里 压实之后拿去冰箱冷冻定型 再来准备150克的樱桃肉 加一点点清水 打成汁过滤一点 樱桃汁给它稍微加热一下 再把泡软的5克吉利丁片放进去 搅匀之后倒入到4寸的戚风模具 冷冻1小时左右 接下来就是熬果酱了 今天樱桃馆宝都是新鲜的老甜了 给大家看看这些都是我蹲点抢的 就这个 现在这个国产的大年美枣樱桃大火嘛 正是新鲜季节 果龙刚上线采摘的水果 你们看每一个都是特大果 吃起来也是脆甜可口 热大饱满 苛苛抱之 拼多多大力支持国产水果 猪笼 上了一批三斤大年美枣大樱桃 我特地整了5000份礼盒 想着大家一起尝尝 田哥收购地址就有机会抢到这么多 都是冷念所先 果龙新鲜采摘的大果都打包好咯 整了新的链接 置顶评论区了 链接在库存有就是还可以抢 快点开试试吧 实现樱桃自由 这个我拿去洗一下熬果酱 切碎之后用白糖腌制一会儿 中途加一点柠檬汁固色 炒至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来把樱桃慕斯糊做上 200克的淡奶油 加12克的林卡糖 200克的酸奶 再加适量的樱桃果酱 给它拌匀 取10克软化好的吉利丁片 倒进这个樱桃慕斯糊里 先倒入一半进模具 冷冻定型20分钟 取出后加上做好的樱桃慕斯夹心 再把剩余的倒进来 继续拿去冷藏定型 冷藏好了 你们看这个颜色超好看 现在用吹风机给它边缘稍微吹一下 非常好脱模 然后平移到托盘上 上面撒上一层奥利奥碎 520来做这款蛋糕 我觉得也很合适 用小樱桃和薄荷装饰一下 好看简单又美味的樱桃慕斯 就做好了 好丝滑 再吃一口 剩下的打包给我直律送一点 他最喜欢吃这种慕斯口味的蛋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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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